拉皮遭灼伤,女律师提告,医师判拘役 43岁女律师江丽玲,四年前享美容,但因皮肤过敏延期 四天后由医师郭元成进行飞缩光电拉皮手术 她先从60胶耳单发测试,再调伸到130胶耳 但重叠测试时却没再调低,直接从130开始 导致重叠区皮肤灼伤,她发现后立即停手 施以冰敷并改期手术 将女直奔大医院就诊,结果右脸有5乘以0.5公分 前二度灼伤,更出现水泡 女律师因此提告,法院考量医师审议委员会鉴定结果 指出手术虽会造成轻微泛红及肿胀 但其水泡已属异常 且女律师当时可能处在皮肤过敏发炎状态 医师未等过敏完全康复,就用130胶耳重叠测试 疏忽注意义务,因此医业务过失伤害罪 判处拘役30天,可用3万元医科罚金 对判决结果,江女表示判太轻 以提名事求偿100多万元 郭南则强调,以提上诉 会再申请医学鉴定 该手术对少数者会造成轻度灼伤 但只要适当诊治,饥渴完全恢复 董新闻新北报道